来 请 紧张吗 适当的紧张 有助于提升战斗力 放轻松点 没什么大不了 放松不了 明天是场硬仗 这仗打得赢就打 打不了就跑呗 谢晓飞 谢晓飞 明天是一场非常严肃的 商业谈判 失贯到几十亿投资的 大项目 有差不多五十个人 前前后后 在一个月之内参与其中 还不包括科万的那些人 我要对我自己负责任 也要对这些人负责任 从我入行以来 每一次的谈判 我都会全力以赴的 董 董 董 对你来说 谈判就是比赛嘛 你每一场都要赢 不能输 是不是 赢是对我付出的 所有努力的一种尊重 但你放心 我对你的要求不会那么高 我对你的要求只有 不知道不早退就好了 这 对我要求就这么低 我对你要求低 是因为你起点低 早点回去吧 给你呢 热牛奶 睡觉之前喝一杯这个 能够让自己放松 还真是热呢 我用身体捂热的 那么恶心啊 我不管 这牛奶今天你必须得喝 这是对我体温的一种尊重 好 谢谢 你知道现在随便一个便利店里面 都有微波炉吗 谢谢你 喂 你这个女人的心是不是石头做的 明天谈判好好加油吧 谢谢你的牛奶 不用谢 拜拜 拜拜 你好 你们去吧 我没想到 拜拜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 还是要和我 你不想到 我的结果 我能不想到 我能不想到 你不想到 我能不想到 听众 我跟你说我没空啊 明天跟科万首轮谈判 我今天晚上必须早点休息 不是 谢费 你们家怎么回事啊 那块地我给你盯了两年 你们家弄到手就转手办了 你说什么 你不知道这事啊 赶紧上微信看我给你发的链接 这真是一个很好的项目 我真的认为 好的 你已经做了一个好努力了 就确认不再会发生 现在我们和 什么事啊 小飞 没事 你说吧 爸 哥知道我们把您 苏终那块地给卖了 他还和你通过电话 没看见我正在开会吗 他说如果你不接的话 他立刻飞回来 喂 我要一个解释 这是全体董事会的决议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明知道那是我妈的骨香 你还把它给卖了 那块地我盯了两年 你不是不知道 那是我要实现梦想的地方 集团这么做自有集团的道理 以后你就会知道了 刚才董事长叫你去 什么事啊 程叔 你还记得哥提过一块 思路路地吗 记得 他和母亲的家乡 哥屋在那块地很久了 最近好不容易有机会买下 可根据我的消息 爸瞒着哥哥 偷偷把那块地给卖了 这我很看不懂 那块地对哥哥来说 非常重要 爸这么做 不怕激怒哥哥 他认为不赚钱 就把他卖了 不要忘记 董事长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为了利益 连自己亲生儿子的感受都不顾 更何况你这个非亲生的了 其实你还好啊 想想你的母亲 好啊 跟了这个老狐狸这么多年 受了多少苦啊 我告诉你小天 如果我掌权了 我绝不会让你 和你的母亲受任何委屈 这么多年 出去的老狐狸 所以我说你跟他建议 要有什么事情 就会虽然 都不得好 要有什么事情